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在日讲到,由于当晚秋色巡游,所以翌日一早,好多人家还懒洋洋地睡在床上,就不愿起床。 在迷艇冲,看守的那几个大只佬,由于昨晚喝了几杯,整晚好像死猪般躺在房里,现在一觉醒来,已经日头晒了,拢了,另头那个大只佬穿好衣服之后,按规矩,到旁边那个烂屋里看傻衣服, 糟了,大吴的铁锁被叫开了,不见了傻衣服的,他立刻告诉其他那几个大只佬知道,哇,杀时间几个大只佬,怕到失闻落下,个个都呆了,那四周去找吧, 他们问过几个在田间中菜的农夫,又问过几个在冲边捞鱼虾的渔夫,大家都耍手在兼领头,都说没见过这个人, 这个时候,这几个大只佬,就好像几只被人追赶的田鸡,拼命这么跳,拼命这么叫,拼命这么稳, 这傻衣服始终无影无踪,没办法,后来他们只好去稳告他们的主人, 昨晚,佛山镇的大街小巷,有歌有舞,有锣鼓有滴打, 即善堂的秋色祭品,向招禁借和唐室,哇,真的好像生的一样, 所以受到人家注目,受到人家清颤, 雷家两父子,欢喜到乐而忘影, 返到家里,还口水花瓶瓶地大港即善堂, 这些怎样威震万家,更响四声。 现在雷家上上下下的人,由于太兴奋,还未上粉, 雷浪区就叫佛人煮鸡粥,炒可粉, 而且还喝酒,以示兴可, 所以一直打响了五更,众人才入房睡觉, 那几个大汉匆匆忙忙,跌到来雷家,猛咁拍门, 那伯人出来开门,几个大汉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 说要亲见老爷宵夜,于是坐在厅里,一直等到中午, 雷浪区就起床,他又走出房门口, 几个大汉,即刻穿不见了傻衣服的事向他品告, 雷浪区听了之后,哇, 好像狗入窮巷,猛咁吠就猛咁跳, 于是大步踢到老爷爷的房门口,叫醒老爷爷, 他老爷知道这件事之后,怒气冲冲, 在厅里两头走, 有时又垂头丧气地坐在那儿闭目尋屍, 嘿,不洗审了,肯定是那个王奇已经搞的鬼, 雷浪区恋爆话地骂了一句, 那就对领头那个大只佬一巴掌夹下去说, 嘿,你真是没用的, 叫你看见一个傻佬你都看不住, 那个大汉,轻轻摸着自己的臉, 那个红色的掌印, 他倒下头就没出声, 黄麒英 有膽在老虎头上捉膝 有膽跟我作对 我雷章阵 不让他们两个人看 我就不姓雷跟他姓王 雷家父子赶走几个大汉之后 叫布人关到大门 两父子在听到 商议对策 好了 现在再讲 昨晚黄麒英 飞鸿大头虾 以及傻衫 离开了米艇中 那间烂屋之后 就急急忙忙 坐下那只木艇 一直就到来 九曲航母纪院的冲边亭主 他们上岸之后 很快就回到黄麒英的家 飞鸿的妈妈 早就煲了一大盆黄皮叶水 他一见到他们回来 才送了一口气 立刻就跟傻衫 冲回梁 周医生 进照黄麒英 约定的时间 拿着药箱 准时来到黄麒英家 傻衫 傻衫 冲完梁 换过衣服之后 大家将他扶到厅里坐下 周医生立刻打个药箱 拿出银针 药丸 按住傻丹 要他坐下 接着 就跟傻衫 针灸 又给药 他吃 傻衫 经过周医生的精心治疗 身心 松弛了 神态 也都稳定了 这个时候 他就好像一只 瀑在母体旁边的绵羊一样 变得很温静 又很纯情 外边 打银针 打响了 散银鼓 过天是渐渐光 为了避免雷家发觉 周医生 必须在天光之前 翻回去医馆 所以黄麒英 就亲自 送周医生回去 黄麒英 送周医生 回去医馆之后 他就回家的路上 一边走一边想 傻衫 重新回回九屋行之后 就不能够再被他住回原谅那间烂屋 如果不是 又是会遭到雷家父子的涵骸 被他住在我们家里当然好 这家里每一个角落 都堆满了制药院 药散的器具 你一轮制药工作 又比较繁重 药材药品又多 傻衫是需要人照顾 和看着他 所以如果被傻衫 长期住在自己的家里 是确实方便 黄麒英的 黄麒英的脑 带着这些问题回到家里 啊 又这么巧 永宁堂约财谱的老板上门来拜访 而且送了一大堆礼物 黄麒英和永宁堂的老板 每次相聚见面 都很谈得来的 可以说是天南地 不如无所不谈 但谈得最多的呢 还是药艺和武艺 那个老板 这次专程来拜访 除了表示谢意之外 还想邀请飞鸿 在适当的时候 到永宁堂表演舞伪 那么黄麒英一口就答应了 黄麒英 见永宁堂的老板 正值真诚 于是就提到了 雷家父子 也都谈对了 恩威两母女 和傻三 就是这样一谈起 原来啊 永宁堂老板 对雷家两父子的 为人处世 也都略知一疑 所以当他听到黄麒英 讲述之后 就主动提出 将那间屋 暂时给傻三住住先 黄麒英听了之后 个心当然是欢喜 那么就决定在一两天之内 先去看看那间屋先 第二天 黄麒英 带着飞鸿和周医生 按照永宁堂老板 所预约的时间和地点 就去看那间屋 由永宁堂老板 带他们去看 这间屋 离九屋巷 没多远 永宁堂老板 打开大门之后 大家走进去一看 原来是一座花园泥 花园里面 一入门口 就是一块大草地 草地的一边 有一座六角凉亭 大草地的后边 就是花园的主体 花园里面 奇花二草 树木婆娑 有黎芝树 羊土树 木瓜树 黄皮树 香蕉树 以及龙眼树 等等 还养了有鹦母 白哥 白燕 猴子等等的料类 再向前走去 有几个池塘 各个池塘 分别养了 莲藕 池菇 灵国等等 花园的尽头 有两座屋 屋前屋后 种了好多竹树 花园 料雨花香 隐言如画 使人心亢神言 黄芝英 和周医生 都赞叹不宜 原来这座花园 名叫翠园 是永宁堂老板的 祖业来的 永宁堂老板的 父亲死了之后 他的家人 和朋友 都好少来这儿 只是靠一个 老花像打理 为了防备 拆弓 爬进来偷野 花园内外的 房策设施 都好稳固 现在永宁堂老板 指着花园里面的 两座屋 说 家父在世的时候 经常 约了三两个文人 默下 在屋里面 聊天 逐棋 啊 家父过身之后 只有一名老花像 住在这儿 日头就打理那些花草 和那些小鳥 王其英 走入屋里面 四周围看 那些小鳥 那些小鳥 和门窗都很结实 他就说 行了 行了 被傻三 临时住在这儿 最合适的了 周医生说 没错 没错 这里这么好环境 对医好疏三的病 都有好处 他们谈谈谈谈 一位红颜白发的 长骚老人 走入里 对着永宁堂的老板 叫一声老爷 飞鸿一看 这位老公公 正是端午节那天 在龙船湾扶着自己 落龙船的那位老人 那位老人 也认得飞鸿 啊 今天两个重逢 一怒一笑 高兴到揽作一断 那经过永宁堂老板介绍 这位老人 正是这几年来 日夜打理这座花园的老花长 也都是南海西朝人士 那王麒英和飞鸿知道之后 就格外高兴 因为大家都是乡里 谈下谈下 不过快到挨满 永宁堂老板 请王麒英他们三个人 一起到永宁堂吃饭 他们三个就怨言借着 于是大家就拱手道别 过了三日 有一晚就好夜 王麒英和飞鸿 就带着傻衣 来到翠院 那老花长 老花长早已经将那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永宁堂老板又送了几套衣服给傻衣 那老花长 那老花长对人就很好 他表示 一定要将傻衣 看管好 而且要无微不止关起傻衣的喜居饮食 自此之后 傻衣就日日夜夜 生活在一座既优雅而神秘的翠原里面 王麒英和飞鸿 每天都来翠原探望傻衣 飞鸿的妈妈 每天一早一晚 都送饭菜来给傻衣吃 周医生果然是位妙手神医 傻衣经过周医生一个多元的针灸食药 病情大有好转 记忆也都渐渐游了 说话又正常翻了 可以说 基本上恢复了健康 半个月之后 终于就知道了傻衣的身世 傻衣原本叫何仲山 他父亲是一位药材商人 家里有一间获尔大屋 和一间小屋 他父亲经常和恩威的外公 以及雷家两父子 一起到广西啊 云南等地呢 就购买药材的 有一次 何仲山的父亲 受好几位亲戚和朋友支托 带着五百两白银 去云南收购贵重的药材 他就跟雷家两父子一起去的 谁知那一次何仲山的父亲 去到之后就没回来了 几年来 妙无音信 后来何仲山找到了雷浪区 向雷浪区查问他父亲的情况 雷家两父子 说他父亲被当地的山财 抢走身上的那些钱 然后被山财杀害了 何仲山知道之后啊 啊 哭到当场闻到 他痛哭失去了父亲 又失去了所有的家财 还要赔回那些钱 给亲戚朋友 所以何仲山悲痛欲绝 以后就日思夜想 就职受成财 过了没多久 何仲山的未婚妻 听人说何仲山的父亲 是被雷家父子所杀害的 他身上的五百两白银 亦都是被雷浆镇雷浪区所夺去 于是 他就将那些情况 跟何仲山说了 何仲山知道之后 马上逮去雷家 找雷浆镇雷浪区算掌 但是雷家两父子呢 不单只闭口不承认 反而反咬一口 骂何仲山攻击污蔑 何仲山只好去报官呢 谁不知官府又不予受理 雷浪区就更加猖狂了 竟然将何仲山的未婚妻 恐吓之后 又强奸了他 何仲山的未婚妻 悲愤交加 当晚就跳河自杀 何仲山知道之后 被激到死去活泥 后来在雷家多处恐吓 和涵骸之后 何仲山就开始傻了 为父不仁的雷家两父子 乘机叫人将何仲山 困在九屋抗一间小屋 又将何仲山屋企的那间 获尔大屋据为己有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何仲山的遭遇之后 大家的心都好气愤 想不到雷家两父子 原来是这么阴毒的 那个老花仲 也认识了很多药材商人 他也都知道何仲山的父亲 当时的一些情况 于是就立刻提供了一些证据和线索 给王麒英他们 跟着 飞鸿一家和众人 进行了明查暗谈 掌握了身憑实据之后 最后由光明老师 执不写訟词去报官府 在这段日子里面 对于飞鸿来说 可以说得是最开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飞鸿的心里面 他认为恩威两母女 回来九屋抗住了 傻丑的大病好翻了 雷家两父子 涵害恩威一家 和傻三一家的罪行 已经掌握到七七八八了 父亲的药院药散的生意 也都越来越好 自己的武艺也都越来越进步 身边的朋友也都越来越多了 啊 从此之后 旧曲行天下太平了 王麒英也都经常对飞鸿说 飞鸿啊 学无止境 毅不压身 学到手的武艺 要不断地提高 还要传授给哈仔 传授给周医生的仔 肥仔康啊 飞鸿将父亲的话 紧紧地记在心里面 飞鸿大头虾和肥仔康 虽然各有各的性情 家庭的背景又不同 但是又这么巧的 他们都是同年同月生 聊天啊 或者一起玩的时候 都非常默契投机的 尽管那天大头虾 在竹篮玉黄庙附近 打个肥仔糠 但是小孩是没有隔夜仇的 现在他们又玩在一起 自从傻衫搬入到翠苑里面住之后 飞鸿大头虾和肥仔康 每日都在翠苑里面 那一块大屌地道练舞 他们也经常跟傻衫一起 聊聊天 陪傻衫一起玩玩掌 啊 没错了 飞鸿就讲得好 他说 傻衫现在不傻了 以后大家都不要叫他做傻衫了 既然他的真命实声 叫何仲山 就叫他做仲山叔 还有啊 每当他们聚在一起练舞的时候 鸿妹总是站在那边在那里看 起初 飞鸿说要教他练舞的 知道他又怕丑 扭扭灵灵 又感到武艺那么深奥 不是很轻易学识的 现在呢 他有点手痕 脚痕 飞鸿对于大头虾和肥仔康的练舞 各思各发 大头虾比较聪明灵活 上手比较快 招式不准确 动作有点麻烦 肥仔康又矮又肥 手脚迟钝 之十分投入认真 所以飞鸿教他们练舞的时候 对大头虾特别严格 对肥仔康就比较耐心 一直以来 大头虾好想将飞鸿 那路五号八卦棍法 学到手 但是飞鸿始终都没有教他 认为他基本功的未够扎实 后来大头虾三求四请 飞鸿终于同意教他 一日 五日 十日 大头虾基本上 能够粗略地掌握了 那一套五号八卦棍法的招式 但是仍未到家 只要飞鸿发觉他 少出错拳手 少踏错马步 他就毫不留情地糾正他 要他重新开始 或者反复练习 看着 朵身进退 碧难挑剔 麒麟步 天柱脚 大头虾再连 怎么又是习乱不堪 飞鸿心急了 知他急中的生智 对大头虾说 那 如果将这几个要领练好 就有得掌 如果过不了关 就要罚你了 大头虾说 那 那掌什么 佛什么 飞鸿说 掌什么由你定 佛什么由我定 从此 大头虾每天起早摸刻 日夜都在那里揣摩 苦练了五日之后 很多行要领都过了关 而且招式的智语 飞鸿满意地点头 问大头虾要掌什么给他 大头虾说 我 我要一条 丝丑腰带 结果那天吃完中午饭之后 飞鸿就带着大头虾 来到斗士行一间 丝丑布店 叫大头虾自己 挑一种丝丑 大头虾 很惊喜的 飞鸿哥 你真的奖给我的 当然 男人大丈夫 说了就要算数的 你快点选 你看自己喜欢哪一种 就买哪一种 大头虾一眼 就看中了橙黄色的一种 飞鸿叫掌柜 剪了三像橙黄色的丝绸 然后给了钱 等那个伙计 用红纸包好之后 两个人就离开了那间丝绸店 在路上 大头虾双手捧着 那包橙黄色的丝绸 猛这么点头 多谢飞鸿 飞鸿说 啊哈 你别说这么多了 我不喜欢听你这么说的 是啊哈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橙黄色的 我 我 我 大头虾想了一阵 又将话吞回去 我 没有 阿哈 你做什么呀 有话你直讲的嘛 我和你有好朋友的嘛 飞鸿哥 我只是 对你一个人讲的而已 各位 为什么大头虾 那么喜欢橙黄色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